Hala Elichi, Tudo bem? Hello, 今天我跟你們來做這個80-70麵包 OK, 我們第一項, 今天我們要做的比例就是 用這個粉 Casaba粉, 這個Tapioca 這個Tapioca, 我是買這個大粽的 我們今天要做1公斤 1kg 可以分一公斤 OK, 在這裡 1公斤, 這是油的, 有醋的還有油的 你若是說沒油的, 你可以放到高雞 大家加價的, 它就會有油 這就是跟媽媽在做肉圓粉一樣 Casaba粉, 那個Tapioca 台灣不少的, 只有這個叫做甜鹽 所以, 這裡是Casaba粉, 1公斤 OK Casaba粉1公斤, 再來鹽 你如果放這裡, 1公斤的粉 你放差不多20-22克的鹽 你在放的時候, 鹽就稍微把它拉一下 讓它這個鹽, 放在這個粉裡面 很重要, 這個鹽不要讓它淡去 你直接是在拉, 這樣它就會浸泡了 這個鹽, OK? 好, 你要把它拿來, 盡量就是, 鹽後的鹽要把它拿來 再來就是這個起司, 這個起司粉 這個起司粉, 我有放兩款的起司 中間的一個就是這個 Danish 這個就是口味很濃, 所以這個我放100克 在這個, 人家記得吃了, 我就放了一下 Danish Cheese Powder 這個, Blue的, 我叫做 Blue Cheese 因為這個, 它有三款顏色 這個是 Cheddar, 啊 這個是普通的 Green, 啊 這個是 Blue, 所以這個100克的起司 這個100克的起司在這裡 我們現在, 只要吃辣味 因為它是帶的, 所以辣味的是 你在拿辣味的時候, 你就拿台語 叫, 喔, 叫 這樣它才會吃, 嚼 OK 來,起司, 這個起司粉 你把它嚼一嚼 這樣這個, 塔標加粉一定有一個起司 最好的是, 我們的藍白的起司 不過, 現在我們先用這個大粉 這個這樣嚼一嚼 OK, 你嚼一嚼的是 現在, 在這個一公斤 你放160克的水 水 水, 每放煮, 煮讓它滾, 和油 水和油, 每放火, 讓它開始滾, 讓它開始滾 現在, 放火煮, 這邊 放火煮, 這邊 然後煮, 你拿 這個, 你拿拿, 喔 甚至, 滾 那個, 七十分, 和鹽 讓它嚼嚼嚼 像這個時尊的時候 我們現在, 來準備這個, 軟 兩粘軟 你如果卡兩粘軟 這裡 兩粘軟, 再卡上去 再攪拌 兩粘軟, 攪拌 然後攪拌 OK, 攪 這裡有 300cc的骨粘, 300 這個300cc的骨粘 都燃燃, 燃燃這個軟 裡面, 還要泡泡來攪拌 然後攪拌 放大邊 然後攪拌 放大邊 現在 這個, 油 油跟水, 煮 要滾了 這已經要滾了 開始在滾了 這已經要滾了 OK 好 油跟水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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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滾了 我們這個攪拌了這個粉 這個 Kassava粉 加了Tapioca 你現在倒的時候 攪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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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攪拌 OK 這樣就好了 這個粉這裡 你就是攪拌這個 這個油 油跟水 再攪拌 它這裡就開始熟了 粉就開始熟了 火開始熟了 現在我要拿手 拿手 用手 來開始準備好 這樣 手 你不需要用 用這個湯匙 你現在這個就 在這裡 好 這有劍嘛 這就是要吃到油跟水 還要來吃粉 你現在就是用手 在這裡 但是人家讓它 整個都變成 大顆的 開顆的 這大顆的 你現在就在這裡 拿到給它 這個 都分開 變成小小 大顆的 12 手 在大顆的 粉 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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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剛好 所以它不太乾 不太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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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剛好很大塊 對吧 這樣大塊 你現在 這樓下有些粉 要沒有吃到水粉 你就是在哪兒 他整個鹽 都會吃到水粉 最重要就是 他剛才的 汽色跟鹽 你剛才要 拿給它 真的 這樣就來 鹽粉 通常有夠 這裡看 它都一塊一塊 都這樣 散散 有沒有 散散 不要讓它開顆 你如果我摸下去 它都開顆 開顆大顆 你就會繼續在哪兒 好 它是 Transformer 成 Farrel 不會說很大顆的 這樣 OK 到這裡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你下巴 拿來看 下巴沒有打粉 這樣白色 可能這樣打打都沒有吃到水粉 你會稍微看一下 好 OK 好 整湯 整湯都這樣 拿Farrel 你看一下 這裡 很像Farrel OK 在這裡 這樣的時代 我這裡就是放 三百的牛奶 跟兩粒 三百的牛奶 那我 五兩 跟兩 我都打破的 南蛇會在這裡 好 五兩 三百 跟兩粒 我打破的 那我現在這裡 如果慢慢地打倒 倒一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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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這個 這個方法 打破的 你看 它現在會開完 開完嘛 你就打掉 好 就讓它開始 現在 它又開始越來越濕了 好 你看 它這樣都大了大了 這樣都大了大了 沒關係 你又繼續 在這裡 都繼續 這樣 你就可以用力 來 弄一下 這樣 弄一下 好 你又拿 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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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粒 就 變得很細細的 混混 這樣 你如果覺得要太乾 你就是那個 牛奶 牛奶 跟那個 軟 就繼續 倒一層 不要讓它太濕 你如果太濕 不好 你看 它整個都乾了 就讓它發下去 再一次 像剛才一樣 這樣 這大粒 你會稍微 敲一敲 你會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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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可以在這裡 放 你如果不要放廣場 沒關係 你如果放一層 老一層 最后的是 如果太乾 你再用 現在這裡 你會繼續 在那裡 它會整個 整個 沒關係 現在我們主要就是 要讓它開始太濕 要不是說 不要太濕 你太濕 你如果釣到太濕 你就是要加一層粉 不然就是 釣好的時候 拿去邊太邊 讓那個水粉乾 現在開始在整個圓 這樣就差不多 在那裡 水粉 最後的 就是 七色 油 七色 所以 那些七色 它可以讓你 給你一些水粉 開始在開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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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覺得 它都這樣 乾乾 你可以 放一顆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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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 這樣就差不多了 OK 現在這裡 都要燃 整個都燃 這樣就差不多 好 現在這裡 差不多 我們已經可以準備 買來 倒上 之後 它 這個 抹茶 就開始 已經在 熟了 這樣就是 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就是 在炭炭 最主要就是 媽媽說的 說 給它的 Q 就是要在炭炭 啊 我是用 蜘蛤 這個蜘蛤 這個 青色的 因為那個鍋子 都太小 啊 我這個 裡面有出一圓 乾淨的乾淨 所以 它 這樣 沒跑 下去 你們看 好像很乾淨 對不對 這樣是差不多 OK 現在 最主要就是 現在 你現在 這個都拿起來 好 這道中都刷好了 現在 這個 整個 整個 都拿起來 你看 在這個 蜘蛤 這裡 你把它放開 OK 好 這樣差不多了 現在 你就是 拿來這裡 開始炭炭 這樣就好了 它黏著 它會越來越軟 好 都 一隻一隻一隻 這 整個都會吃 然後 這個 很漂亮 好 你們 如何 越來越來越濕 都不用怕 這 乾乾淡淡淡淡 這個 比例 差不多了 我已經做 十幾次 每天 都做 開百顆 今天這個比例可以做 差不多 差不多 五十顆 五十顆 四十顆 四十顆 你看 現在這樣 現在你看 你如果撩下去的時候 長長 你看 這都不會放起司 這起司都不會放 現在你要怎麼放起司 你把它添開 你現在整個都會添開 這樣 都會添開 然後做一圓 現在這裡有那麼乾的地方 我跟你說 你如果是感覺乾的時 你就想怎樣 你的手一碗一圓的油 一碗一碗 這樣就好了 一碗一碗就好了 不用太多 一碎一碎一碎 一碗一碗 一碗一碎一碗 它就軟了 但是 在我們這裡 現在 要來炒這個起司 我們現在來炒這個起司 現在叫做起司麵包 對吧 起司麵包 我們現在起司 拿這個碗 這碗 在這個比例 我們現在要來放這個起司 我們自己這個要來吃 我們可以放那麼多起司 再放三百克 這裡 三百克 不過這裡我主要想怎樣 我先放一百分就好了 三三的這裡 我這裡先放一碎 我沒有要全部放三百克 好 我先放一百分 好 我這裡放涼起來 你看 來 放涼起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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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繼續放涼 掛起司 這樣 讓起司都吃吃下去 起司麵包有水分 你滑涼的時候 現在它都有稍微有稍微 稍微一碎 這個抹茶 稍微一碎 稍微一碎 不然會會更軟 但是你們 要稍微招起司麵包 其實水分 它就會更軟 你要看他現在怎樣 麻煩開始有起司在裡面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很快 好 現在我不是說三百塊的起司嘛 對吧 他就要開一次 他就繼續煩 我現在做得很快 因為我涼麵菜都煩那麼多 他就繼續拿起司 他就要放第一天 第一天在這裡 自己要吃的 你就可以放得多起司 沒關係 好 這樣 他就要是把蛤蜊 把它扁開 還要煮 就煮一次 主要 媽媽都經常說 要讓球要弄 你就是齁 有時間 你會繼續弄弄 如果還記得 看 到現在 對我開始放到這段 十七分鐘 你撩也都寬好 十七分鐘 你就可以做到這裡 所以我記得在這裡 都三分鐘 怎樣 你就差不多了 我是做那麼快 給你看 水分 如果都不用多加 已經弄下去 因為那個起司有水分 它就開始很軟了 你就繼續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軟了 好 OK 好 軟了 我先 影片到那裡 給你們看 我是怎樣 你看 整碗很漂亮 這樣 你看 它的牛這樣長長 你看 這裡 這個牛 起司 OK 好 好 最後一包 最後一包 現在就是 鍋子 吃起來 長得很漂亮 會漂亮 會很漂亮 我先做一個 給你們看 現在這個起司 這起司 這起司 我是挑戰的 不是這個兩色的 這有兩色的 在裡面 所以 你的起司 我用刀子來刮那麼小塊 那麼小塊 那麼小塊的是 我現在這是用刀子要弄那麼多 弄那麼多 我要做這個一顆一顆 我先怎樣做 我從這裡拿這樣 每年 我大油已經差不多知道多少 這樣 我拿 我這支刀子 三十七克左右 這樣 弄啦 好 我這支牛三十七克 OK 這樣一顆三十七克 我再燒好銀 我再燒好銀 好 三十七克 我放到起司 這樣 這樣 一堆咖喱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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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放好銀 就OK 就是這樣子 這樣 讓你 知道 大油 做一個 這可能差不多可以做五十顆 四十克 我這樣 我放了三十七克 現在這裡 蓋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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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差不多四十克左右 四十克 OK 現在放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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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放了七十顆 這裡 七十顆 現在是軟的 現做出來 這現做出來 十分鐘 一百八十多 我放了 十分鐘 一百八十多 七十顆 十分鐘 十分鐘 八十多 這樣就OK 這樣就OK 其他這裡 我現在就是 剛才做 蓋蓋的 這樣 不過我要蓋的事情 我這個 好玩 再繼續做 主要就是 繼續做 軟軟的 因為你要那麼漂亮 你就是要放好這個 起司 來蓋過一個 這樣 這個起司 你要切到小塊 小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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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小塊 太多 你就讓它 在外面蓋 因為你烤起來 它才會漂亮 好 這樣就 半小時 就聽好做起來了 我這樣 半小時 這張幾分 二十一分 我二十一分 現在都 烤十分鐘 半小時 就OK 那 就OK了 好 現在抹茶 很軟的 很軟的 然後這樣 QQQ 它這樣拉起來 你如果 你平常 調料不好 就是拉下去 它就拿髮 它會乾乾 你如果是要做 讓它這樣 讓它這樣QQ 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繼續 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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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吃 那麼多起司 你就放那麼多起司 就好了 我一次都做 一百 一百粒 一百粒我都做 兩公斤的粉 今天在這裡 就是 做一百 五十兩 一公斤的粉 而已 做給你們看 這樣 今天 給你們看 大家有多重 一公斤 放那些 材料 放放 這裡 剛好 一公斤 一個 一公斤 一公斤 這一公斤 一個 一公斤 對 兩公斤 兩公斤 焰金 50 兩公斤焰金 兩公斤焰金 50 這兩公斤焰金 你要做大小小 所以水材力 如果沒有現在做,放一盤保護膜,把保護膜包起來 放一盤保護膜,把保護膜包起來 有時候會黏,先把保護膜放一盤 放一盤放一盤,把保護膜包起來 放一盤保護膜,把保護膜放一盤 很乾的時期,把保護膜放一盤保護膜 放到那邊上 就是這樣子,很簡單 起司我是Costco買的 我一次加台灣起司很貴 所以我要去Costco買的客廚 但是Costco一次買的,我會買四桶金 所以我定義說,我每次要做的時候 我會做一次,我會做四百粒 好嘞,四百粒 ok 做做的,給你看 主要是準備那個料 那個料,你很費工 你要每一口,麵包好 控制油好鮮 一樣沖沖的 你每一口都沖沖的時候 就是,開始把加料 加料怎樣怎樣 這樣就好了 這個材料都沖沖 沖沖的,放得好 起司,六口 加麵條 其實,我已經習慣了,做這個很快 我在這裡做這個很沒問題 再來就是,換魚仔再細細 ok 起司麵包都六分鐘 好 來,放了 四分鐘,六分鐘 這樣,在這裡 整個 整個 對頭到尾,安裝熟 大家看好 好 謝謝 好,我這裡途中普通 我都用酒精,要做的之前很奇怪 做完的時候很像這樣 就都每天在這裡 需要火,我就會在這裡做 五分鐘就烤好了 這樣就剛好,剛好才有半小時 放好做起來,很快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吃起來 今天要做的 今天要做第一次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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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1公斤 這就是 Tapiyoga Tapiyoga Sweet 就是台灣的 現在用100% 100克 1千克 鹽 Salt 21克 再來 Blue Cheese 那個 Blue Cheese 那個粉 Blue Cheese 我這裡 故意放100克 Blue Cheese 100克 再來 這裡放油 油 86ml 水 水 那是 140ml 然後 2 2 6 2 1 2 2 3 3 4 3 2 4 2 再加兩粒 啊那個起司,剛才那個起司加300克 那個起司 起司攪拌的那些攪拌 300克 總共2公斤,放50克 OK 來這裡讓你們喝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水跟油要煮好 五粒跟兩粒泡泡的 藍藍的軟軟的 OK? 就是這樣子 現在烤的時候 現在剛做出來是軟的 所以軟的,你只要烤180分 去七十個 烤100 你只要烤180度 十分鐘 它那個開顆球就撲不出來 人家說鋁肉 會生鋁肉 它會撲出來 你如果是一檔 起來的時候 放著冷檔 你就變成要 差不多 185度 190度 它會15分鐘左右 你要看你的爐 你如果普通用普通的Oven 它會很高 用七十個是最快的 太好用 好,馬上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給你們看 這個起司麵包 OK 好 馬上要烤起來了 就二十秒 這樣我們剛剛好三十分 八點鐘 就左右 差不多做好了 好 八點鐘 八點鐘 做五十顆 好 好 來 你們看 烤起來了 你吃熱 你如果有去冷冷的時 你看看 它這個就有 撲這個 咖嚕 這個咖嚕 造出來 這個起司 它就這樣 烤肉白白 你如果烤那個起司 它才會這樣 烤肉白白 OK 你看 它就變成這樣 好 好 現在每次做 就要切 切一切 這樣就好 OK 起司 布 放一塊 就好 好 我們來看裡面 現在怎麼做 在這裡 烤起來 裡面 在這裡 切開起來 你看 比較燙 你看 裡面 起司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吃 吃 鹹豆剛才好 來這 起司 打開 我算一算 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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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